从维修电工到大修计改装 配到电气测试 在一重这样的大单位 一个电工能接触经历的工作内容都经历过 而且是由低到高 从简单到复杂都接触和参与过 十里重机城 一个企业就是一座城 一重是我家乡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最大 最优质的企业了 我的父辈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 所有的青春汗水都献给这里了 我的理想就是在一重干到退休 怀念与单位那些同事相处的岁月 无论工人还是工程师 工资虽然不高热情却不减 还记得零几年的时候 遇到抢修和安装的活儿 经常连续加班近20小时 吃饭都在现场 我在国有重型机械厂工作了25年 从一名懵懂青年成为熟练的工程师 参与了许多重大项目建设 企业和师傅培养了我 虽然收入低了些 但我很自豪 毕业后顺理成章进了一重 当时按成绩选车间 我去了最好的一个车间 进入一重减速机分厂做维修电工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职业资格证 我在新单位接受入职培训务 怀念来时路 思念就是人 我现在其实很想念老家 以前那些质朴的同事同学朋友都在那边 十里重击成我的父辈贡献了一辈子 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上学 齐齐哈尔也叫贺城 那是北方边陲一颗白雪 伴着单顶贺的美丽城市 家乡的人和事我经常想起 而且当年我调到天津时还没成家 后来在当地找了对象成了小家 物业公司都是综合维修 技术含量低 工作凌乱 什么活儿都有 也不分工种 只要是设备设施 楼宇建筑等等的杂活儿都得干 我参加万吨水压机攻坚战2 辛辛苦苦已过半生 多有不舍离开厂1998年 国家提倡国企改革简言增效 出现了下岗大潮 2010年我们厂在天津 成立了一个电气自动化公司 简称TCE 我从东北调到天津 背景离乡在这边筹建一个新公司 做电气成套设备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